知道这是谁吗 当然知道了 从今晚后啊 我见到周生老师的时候 再也不用那么的客气了 大股东换人了嘛 是 从今晚后 我是客人 他是主人 来来来 我带你四处看看 都是自己家的东西了 今后啊 想来就来 千万不要打账户啊 来来来 这边行 来 我们这儿啊 经营这么多年 一直都很不错呢 你知道这间房叫什么房吗 叫阴房 小时候爷爷送给我一把古琴 说是出自明家之手 光制作就要两年 其中有一年啊 都在阴干 就像现在的他们一样 耐心等待着初始 嗯 细想想 我们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 好像都有类似这一道工序 不光是人 物业一样 耐得住寂寞 经过了沉淀 才能有所成 听时老师讲课 真是手艺匪浅 讨厌 他们刚才是开玩笑的 还是真的 你指的是什么 你到底给了我多少股份啊 我所有的股份都给你了 都给我了 这是我父母的一份心意 我父亲说母亲走了早 见不到未来的儿媳妇 所以就特意留下了这个礼物 就当做送给未来儿媳妇的 一个见面礼 感谢公公婆婆赠我万冠家财 那就算你爸妈送给我的 算我的家产 算你的 那上海那房子呢 上海的房子也是我父亲 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那可麻烦了 万一哪天我不想要你了 让你扫地出门 你怎么办 是啊 还好我还有一技之长 还能吃上一口饭 但住的地方 也只能去研究所的宿舍了 小可怜 那你可要好好听我的话 这 周深先生 你好 我听赵老师说 你爱人过来了 我来跟他问生好 你好 你好 重新开工了吗 开了 开了 以后我们就是环保标评 我也是 十一千长一智了 这一位是 应养工厂的老板 这是我太太时宜 我父亲名下的所有股份 现在都在他名下了 我们的大股东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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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们三个 一起来见到了大股东 有人恐怕会在背后搅舌头了 说我们私会大股东 不带他们玩了 你爸妈要是能看到你们现在这样 该多高兴呀 他爸爸妈妈大好人的 小陈的妈妈 见过得没有不夸好的 就小陈他爸爸 见谁都客客气气的 谦谦君子呀 我都没看他跟谁红过脸 就上次在那个祠堂是吧 不说这些 都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了 他呀 从小就像他爸爸 像啊 像 你的眼光好啊 好 是啊 我眼光特别好 好眼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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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房和工厂散布在不同的地方 等过后有空了 我再带你一个一个去看 嗯 今天为什么突然来这儿 算是完成仪式的最后一步吧 亲自将我父母准备的结婚礼物 交到你的手上 刚才他说 你父亲在祠堂生过气 为什么 他们不同意 我母亲的牌位进入祠堂 所以父亲跟他们大吵了一架 从此立誓再也不归祖宗 你父亲就此玫瑰果啊 那你呢 我也一样 你留下来